欢迎来到突发事件直播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5号再度向黄海方向发射4枚短程弹道导弹 根据报道导弹的飞行距离大约为130公里 最大的飞行高度为2万米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5号再次向黄海方向发射4枚短程弹道导弹最新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韩国首尔记者金知贤 知贤你好 你好 室娘 知贤我们都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朝鲜陆陆续续已经发射了差不多30枚的不同类型的导弹 那这一次朝鲜再一次试射导弹 目前韩国官方有哪一些反应 而韩国民众对于朝鲜不断的发射导弹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习以为常了 韩国联合参谋广播今天下午发布 今天上午 朝鲜从平安北到中迷离带向西海方向发射 4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军已加强了应对态势 对在一起密封视朝鲜的动向 这次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的风行距离 约为130公里 高度为20公里 高度为5马克左右 韩美在风机继续参数 韩军表示正在保持应对态势 以应对朝鲜追加挑衅 韩美在10月31日启动 大规模研讨空中免疫 警戒风暴 韩军已朝鲜连续发射导弹为由 延期了军免期间 这儿今天才结束 韩国分威认为 这次朝鲜发射导弹的主要原因 在于这个警戒风暴 军免 今天指的关注的是 美国当地资产 美国空军的两架机 D1B战略轰架机 展开在韩国上空 美军的机架F16 和韩军的机架F35A也参加了 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在半岛展开飞行时 2017年12月以后首次 韩军表示 这显示出 韩军将军军 因对朝鲜任何挑衅 并美国仍有 对韩国的延伸威慑的地址 韩军还关注到的是 朝鲜这次发射导弹的地点是 平安北到中年一代 这是中朝变境地区出境 离三冬仅为20多公里 朝鲜同北方地区 向西海方向发射 三大导弹是最常见的事情 韩军在分析朝鲜的意图 韩军推测 这次发射的导弹 考虑到速度以及高度 很有可能是朝鲜版 伊斯坦德KM-23 或者超大型火箭炮KM-25 最近朝鲜领期发射 断斗导弹 甚至发射了多极断斗导弹 韩军参战 虽然中第三个导弹失败了正常飞行 但同工进行的第二阶段分离 韩国方面非常相优 最近韩朝之间 不断发射导弹 击抢击硬队 这会否造成 人员伤亡的偶发性冲突 以前的天安剑 床场事故 以及盐平岛焦火事件 都造成了大规模人员伤亡 当时年轻的20多岁的装兵死伤了 希望韩国两日回到 对它回到 在半岛水线和平 谢谢您 好 非常谢谢 之前来自韩国首尔 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那更多相关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 日本东京记者李淼 李淼你好 谢谢您好 李淼我们看到朝鲜近期发射 不断地发射导弹 今天又在发射四枚 日本官方目前有哪一些反应态度 好的 上阳 其实目前日本政府 目前没有对朝鲜今天发射的 这个短程导弹有任何反应 但是日本媒体就援引 韩国方面的报道说 朝鲜这次是在今天上午 在11点半到12点之前的时间里 一共发射了四枚短程导弹 这个短程导弹的飞行距离 是有130公里 高度是20公里左右 那么日本防卫省 因为今天是周末礼拜六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主要防卫省应该是在进行分析 不过并没有召开国家安保会议 或者首相也没有出来兼记者 因为我们了解到 这次朝鲜发射的这个导弹 是朝向朝鲜半岛西部的 黄海的方向 所以应该是不会飞过日本海 或者飞越日本列岛上空 所以从这个飞行的方向来看 应该是不会对日本国家安全 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期间为止 日本政府没有做出反应的原因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日本连任来对于朝鲜 这个非常频繁的发射 是高度的警惕 因为这已经是朝鲜 在进入今年之后 应该是第31次发射弹道导弹了 那么日本政府呢 之前就是对朝鲜一系列 频繁的发射 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发射频率 而且日本高度警惕 就认为朝鲜很有可能 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进行第7次核试验 所以日本警惕的是朝鲜 这次进行核试验的话呢 那么它会具体使用 什么样的核武器 这个核武器是不是真的 能够实现小型化和轻量化 另外呢 朝鲜方面就是说 他们要接下来 有投放五年计划 所以日本很关注 朝鲜的这个核岛技术 到底发展到了 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我们看到日本政府 因为是高度警惕朝鲜的 这个核岛能力的增强 所以就直接造成 日本政府呢 每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呢 马上就要向国民表示说 日本需要增强 日本的防卫能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朝鲜这种非常频繁的发射 也让日本呢 是增强日本的防卫力 增强自卫队的能力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省 因为今年年内呢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 就是要修改 日本国家安保战略 所以在里面呢 要增强这个 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 日本叫做反击能力 那么这个反击能力 到底针对谁呢 目前因为朝鲜 不断发射导弹 所以日本政府就说要针对朝鲜 因为对日本直接构成了 现实性的威胁 那么这个具体的反击能力 我们也留意到 最近就不断的消息传出来说 日本需要拥有防区外导弹 另外呢 就是包括前射的 第一堆舰的右导弹等等 所以日本自卫队 接下来是会逐步的 非常强的去增加自卫队的 各种各样的这个防御能力 就是为了应对来自朝鲜 这个导弹的威胁 所以我们一起关注在日本国内 就关于这个防卫能力 具体增强的步骤 还有在年底之前 他们到底会怎样修订 目前的这个日本国家安保战略 日本呢 因为如果朝鲜发射导弹 有可能会飞越日本上空的话 那么就会向国民发布 这个全国事实警报系统 要求国民进行避难 但今天呢 到目前为止 日本国内是很平静的 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春阳 好 非常谢谢李淼 来自东京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那朝鲜自今年 总共已经发射 超过30次的弹道导弹 也发射了三次的巡航导弹 那5号当天发射导弹 是韩国尹熙岳政府 成立以来朝鲜的第20次发射 10月1号 朝鲜自平壤顺安一带 向东部海域 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分析指示 针对美日韩举行的反潜演习 4号 朝鲜自北部慈江道五平里 再向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中远程弹道导弹 射程达4500多公里 导弹飞越日本北海道 和青森线上空 日本政府一度发出警报 要求两地居民避险 6号和9号 朝鲜分别自平壤 三十和文川地区 分别向东部海域 各试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12号 朝鲜向西部海域 成功试射两枚远程战略巡航导弹 秦正恩在现场指导发射 两天后的14号 朝鲜又从平壤顺安地区 试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28号 自通川郡 向东部海域 再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 当时正值韩国护国军演 最后一天 11月2号 朝鲜当日分四轮发射 约25枚导弹 其中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落在韩国领海附近 是自朝鲜战争停战 约70年以来的首次 朝鲜当天 并向东部海域缓冲区 进行100多次炮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